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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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yo! This is Chimmy Bro 今年金曲30 蔡建雅居然只入圍一向最佳作曲人 真的是太不可思議了 我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聽音樂 我有記憶的話 我應該小學五六年級就開始買唱片 所以從小學一路收藏到現在的CD 我大概至少有上千片以上 那其中Tanya就是我特別喜歡的一位 華語的女歌手 所以他的所有CD,幾乎啦,我都有買 所以我基本上可以算是真正的湯雅的鐵粉 因為你看到這些CD,有些市面上應該是已經買不到了 那主要呢,是我想要做一個系列蠻有趣的就是 有一些歌呢,我真的覺得很喜歡 但是當時並沒有被拿來當作主打歌 或者是可能沒什麼人聽到,我覺得很可惜 所以想要特別介紹的是 他過去專輯裡面的一些非主打歌 就是我想要推薦湯雅的冷門歌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呢,是想要跟大家推薦湯雅的爛歌 就他每一張專輯呢,可能都會有一兩首 或者是也許沒有的爛歌 就是為什麼會收錄在這張專輯 或是為什麼會有這首歌的存在 就是根本沒有必要 對,所以這支影片呢 基本上就是以一個真實鐵粉的形成 不是來亂的 然後想來分享一下我喜歡的歌手的冷門歌與爛歌 首先給大家看這兩張,應該你們就會嚇到 因為這應該市面上是找不到的 分別呢,這個是My Collar TV Set 就是他後來在首張專輯有翻唱成中文版叫虞性節目 然後這張是Board 就是他之前最早發行的第一張英文EP 叫做無聊 然後再來的話,這是他的第一張專輯就是Board 然後是全英文的專輯 這張就是他在1999年發行的首張國語專輯 湯雅同名專輯 如果這張專輯裡面選一首我最喜歡的人們歌呢 是第七首最後一個煩惱 這個歌有一個很特別的故事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不知道大家是怎麼認識湯雅的 你可能是因為他第一張專輯的呼吸 那也可能是他比較後來的 譬如說無底洞、雙漆動物 甚至到更後來的譬如說空白格或拋物線 這些歌你才認識他 但其實我認識湯雅的第一首歌 你們絕對猜不到就是最後一個煩惱 那我記得小時候那時候應該是我國小的時候跟家人去紐西蘭吧 反正就是有一次坐飛機 在飛機上聽那個飛機上的音樂 然後呢我就聽到這首歌最後一個煩惱 天啊這首歌怎麼這麼好聽 然後當時就是耳油就整個就是噴出來 噴在飛機上面 那叫空姐來幫我擦耳油 那所以從那時候我就認識了湯雅蔡劍雅這個人 大家有注意到就是他的封面是他在吹口琴 最後一個煩惱他的開場intro就是口琴 然後他的伴奏編曲裡面也有大量的口琴 所以我真的非常喜歡他在第一張專輯 有很多口琴的元素在裡面 最後一個煩惱是陳偉老師寫的歌 雖然不是湯雅本人的創作 但這首歌我真的是大力推薦 走得很前面我必須這樣講 就是有一點country music 然後acoustic 呃...soft rock 就是那種輕搖滾的感覺 road trip 公路旅行的一個view 那如果要我選一張他首張專輯 我覺得最爛的歌 如果真的要講的話 我覺得會比較沒有印象 就可能是專輯的最後三首吧 想你影子靠邊聽 說真的我就是聽了很多遍 你如果要我再把它完整的哼唱出來 會有點困難 然後再來是第二張專輯 紀念 開始很喜歡倉雅的音樂 就是從紀念這一首主打歌開始 那這張專輯如果要我選一首我最喜歡的歌 所以我絕對是選第八首體會 那他的作詞人呢是義騎 後來的改名叫義傑騎 也是一位馬來西亞的創作人 然後這首歌我覺得他的 無論是曲、編曲、詞都非常棒 而且製作人就是Tanya本身製作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聽聽看 而且我覺得Tanya他的唱腔啊 在每一張專輯都會有一點點的變化 第二張紀念的時候 我覺得聲音是比較元厚的 你會聽得出來 跟他第一張專輯又不太一樣 第一張專輯可能比較野一點 第二張專輯他就收了很多 甜美了很多 可以這樣講 那如果真的要選第二張專輯的 就是超級大爛歌的話 我可以挑很多首 基本上天之美 深深懶妖 漂亮一點 我都覺得是爛歌 到了第三張專輯 I Do Believe 相信這張專輯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這好像是讓他首度入圍金曲 國語女演唱人 但是我覺得比較諷刺的是 I Do Believe 相信這張專輯 應該是他銷量最慘的一張吧 因為他這張專輯 我覺得他整體的企劃很好 有很多柔軟的層面 然後有很多陽光面跑出來 但是相對的歌不夠強烈 我最喜歡的人們歌是女人的說法 我覺得他的曲寫得很棒 他在這首歌的唱腔 我覺得非常喜歡 是我覺得那個年代的倉雅唱歌 最自由最開心的一個方式 那如果要在這張專輯選 我覺得超級廢歌 大概就是 跟你借著幸福吧 我覺得這種口水 芭樂歌 撒狗血的歌就 不要出現了 而且也不是倉雅的創作 然後再來呢 他就轉換到華納唱片了 我想這張專輯應該是 他的人生最大的一個轉捏點 就是陌生人這張專輯 那這張專輯如果要我選一首 我非常非常喜歡的歌 精彩 下一站 還有忘了 然後如果要從這三首選一首 Top 1的話 應該就是忘了 就是專輯的最後一首歌 這首歌我相信啦 即便是他的歌迷 應該聽過也忘了 但是這首歌我是聽過 是念念不忘 我非常非常 super無敵喜歡 忘了這首歌 如果要我選一首 我覺得這張專輯的 超級大爛歌的話 如果真的嚴格要選 你就選沙灘吧 他翻唱淘汰的沙灘 但我覺得不是爛歌 就是 是因為他是翻唱歌 他在發行陌生人專輯的同時呢 也發行了Jupiter 木星這一張英文專輯 如果我沒有記錯 他好像是同時雙CD發行的吧 就是一張中文專輯 跟一張英文專輯 然後再來的話 是他發行的雙CD動物 我有買 但是我不知道在哪一年 曾經借給某個同學 然後他就把我A走了 就沒有還我了 他在雙CD動物專輯 我最喜歡的人們歌是 但不是他自己的創作曲 但是這首歌真的非常好聽 而且我很喜歡 他在這首歌的唱腔 他在 我覺得他在華納時期的 雙CD動物跟陌生人的唱腔 已經發展到另外一個 一個感覺 就是 他更有收放自如的能力 他可以大可以小 然後可以虛可以實 然後他知道自己的音域的range在哪裡 所以他可以飆到一個臨界點 可是他也可以唱到很低 可能一般女生比較難唱到的低音 所以其實倡雅的聲音的range 我覺得是不寬的 但是他很會運用他的聲帶 會讓你聽了覺得這首歌 覺得很舒服 好像很好唱 可是你真的去唱會發現很難唱 就是這個厲害的地方 爛歌的話我會選 因為第一個 不是他自己的創作 第二個我覺得這首歌 跟他本人沒什麼連結 基本上就是一個廢歌加爛歌 然後再來他就進入了亞成唱片嘛 第一張就是Goodbye and hello 那如果真的要我選一首我最喜歡的冷門歌是 走過的路 這首歌也是有一個有趣的小故事 當時他出這張專輯的時候我在讀大學 我跟當時大學的女朋友我們有討論 就是說他這張專輯我們最喜歡的歌 對然後呢 我們同時都說出走過的路 很奇妙吧 因為一般人聽完這張專輯 不會對走過的路有印象 可是我們都特別喜歡走過的路 會覺得是他在過去整個音樂歷程以來的一個總結吧 有一點就是可以感受得出他企圖想要轉變一個全新蛻變的藏牙的開始 那如果要選廢歌的話 越來越不懂吧 因為這首歌我覺得蠻 聽完這張專輯的話 我會覺得這首歌拿掉其實無所謂 如果你碰到他 我非常非常喜歡喔 那這張專輯如果你碰到他 如果要我選我最喜歡最喜歡的冷門歌 我會選 救生圈 Lifesaver的救生圈 爛歌的話 我會選男人 第五首男人 嗯 比較可有可無的歌啦 而且好像也比較少聽到他有在現場演唱這首歌 然後接下來這張專輯呢 是說到愛 那說到愛的同時 他也發行 他也是雙專輯中英文的方式 一個是Jet Say So 然後一個是說到愛 也是一起發行的 這可能很多人也不知道吧 其實他出過蠻多就是全英文的專輯 那如果真的要我選 我很喜歡的冷門歌 我會選 多米諾 多米諾可能就比較少人有印象 但這首歌我覺得也是他 比較個性再強烈一點的東西 然後如果要我選一個 爛歌的話 就第三首可愛吧 我真的不知道這首歌在可愛什麼 有點無聊 然後再來就是天使與魔鬼的對話 如果要我選一首我最喜歡的 非主打 OK我選出來就是第一首 極光 極光他不是主打的歌 雖然他放在第一首 但是相對的 可能也比較少人認識這首歌 有點延續他在 若你碰到他的輪流轉 就是做於專輯的intro 很棒的專輯的開場 那如果這樣專輯 要我選一首廢歌 我會選 費洛蒙 說真的啦 費洛蒙這首歌是什麼東西啊 他有唱過一首歌叫做費洛蒙嗎 然後再來再來 隔了好一段時間他就出了 詩語者 然後他開始做一些迷幻的電音的 然後一樣是 有點延續天使與魔鬼的對話 那種很灰暗的情緒 但是他就再把他的格局放大 如果真的要我選一首 我很喜歡的 非主打歌的話 絕對是 一克拉 第九首一克拉 太好聽了 我必須這樣講 我想給這張專輯兩首爛歌 一個是米 一個是貓鼠遊戲 就是 Why 為什麼要寫這兩首歌 沒有意義啊 好最後要講的是他去年的新專輯 我要給世界最悠長的詩問 這張專輯我還沒有買 如果真的要我推薦他的冷門歌 我就會選第一首 不是主打歌 但是是作為專輯的intro 然後我覺得是很特別 很值得推薦的 那張專輯如果要選一首 我覺得爛歌廢歌的話 是喘一口氣 因為真的這首歌 我覺得聽完就覺得 OK What the hell 就是不需要吧 你不用放這首歌在裡面 但是撇除這首歌之外 我覺得其他的話 都蠻OK的 都蠻OK的 OK 那今天就是 我想簡單跟大家分享 我所收藏的Tanya的專輯 以及我喜歡他的冷門歌 還有他的廢歌 那之後呢 我會再介紹其他的歌手 那今天的影片就剩到這邊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啦 See you 謝謝